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2月13日 星期二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美瑞领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让魔鬼逃之夭夭 我们的开篇经文来自于 雅各书四章契节 因此你们要顺服神 不要低档魔鬼 他就必从你们面前逃跑了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撒旦从不公平竞争 所以你必须始终保持对他的公式 我们的开篇经文 说要低至他 你如何抵制他 就是用神的话语 圣灵的宝剑 不要以为魔鬼在睡觉 他没有 圣经说 他如同哄叫的狮子 遍地行走 寻找可吞尸的人 皮特前书五章八节 不要等他的火箭 然后再把他控制住 魔鬼喜欢做的 就是引起你的注意 使你总是出于防守状态 为了夺回你的平安 夺回你的健康和力量 或为使事情恢复正常而斗争 成为恢复某些东西而斗争 不 不要让你自己被围困在这样的位置上 然而 你使用信心 你是在灭尽撒旦向你投掷的所有火箭 总要使用在你口中的神的瑞玛 来进行进攻 在以佛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 使徒保罗列举了我们军装的清单 然后在第十七节 他给出了唯一的进攻性工具 圣灵的宝剑 也就是神的瑞玛 瑞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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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腊语中是 说出的话语的意思 据此而言 它是你在这个时候和这个季节 受感而宣告出来的神的话语 它总是一句说出的话语 或者一句正在说的话语 否则它就不是一把剑 它就不是一个武器 总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嘴边 那就是你所需要用来对付敌人和所有秘境的东西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你的话语在我的心中 在我的口中 在我说出来的时候 大大得胜 我讲说公义 神的胜利中前行 Amen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以佛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 体德前书五章八到九节 Hallelujah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 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圣力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